詞曲 李宗盛 那個 君豪 這樣問你可能是有點冒昧啊 因為你們車子檔次這麼高啊 但是我必須還是站在消費者的立場 問說車商到底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現在騙定金啊 車商騙定金的行為很多 你可以為我們解釋一下嗎 其實這些在網路上的詐騙手法是層出不窮 但是我們也是聽過啦 也是有聽過說 就是像有時候客戶啊 到了現場 然後他在簽約的過程當中呢 他沒有很清楚的記到 這是車牌不一樣 或是車型不一樣 然後你把它下訂了之後 然後銷售人員過了三天內都找不到人 但是我們合約又有談說 這三天過後 那訂金就是全額就是沒收 沒收 對對對對對 這是其中一部分的說法 所以說消費者要在選購的時候 一定要把合約書啊 跟車礦跟車子的資料 我們要把它確認清楚 哦 了解 所以說消費那些不良的車商 他會利用合約上的漏洞 來進行騙定金的行為 是 包括車牌沒寫 對 包括車車號碼沒寫 對 等於是說你付了訂金 但是不知道對價的車是哪一台 對對對 那等你等他要交車的時候 他拿另外一台交車 對 那你會覺得說 這不是我當初看的那台車 對 所以說要要求退訂金 對 可是那時候已經超過三天的省月錢 對對對 沒錯 哦 有很多車商那些不肖車商寫著說說什麼不用訂金啊 或是什麼有的沒有的 反正就是用想盡辦法把你騙到現場來 然後叫你多付一點訂金 嗯嗯嗯 大概會有這種狀況嗎 會 一定會有 哦 了解 對 因為這中間啊 有很多是一般客戶不了解的 因為有時候客戶去到那邊 看到車商說 他的情況也不是很清新 然後看到這些人會產生恐懼感 在人在恐懼的時候 會做出比較沒有理智的抉擇 所以就會被騙走這樣子 哦 也許他就那些車商不讓你走出門 對對對 比你一定要付些冰金 對對對 那現在還有一些那個騙冰金的手法 是好像是跟代標代購有關係 那個可不可以為我們說明一下 就是說他們好像是說 他有拍廠的權利 可以幫消費者去買一些車子 那個然後叫他付一些電金 當作手續貨 那個你可以為我們說明一下 那在拍廠這個部分 代標這個部分啊 我是有聽過兩種版本的 哦 第一種版本就是說 他就是比較不會騙人 但是他就合理的幫你代標 是 然後在代標過程中 你沒有看到實車 你所看到的只是他從電腦上面 秀出來的一些車礦表 然後這個有一個隱約 他的隱約就是說 你車子沒有辦法在現場看到 你不知道他的底盤結構 是不是一些消耗品啊 是不是有更換 我們完全不知道 那他從中收取那個 幾個人的代標費 哦 了解 這是一種 那我們車商是 你一定要有實車 然後全部整理到很好 然後交給消費者 那他其中呢 有些像烤漆啊 什麼部分啊 他都沒有帶在成本裡面 也就是消費者要蓋瓜承受 還有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 你在你跟代標公司 買的時候 你他完全完全沒有保固 如果這台車開了兩個月 你發生了比較嚴重的問題 那都是客戶要自己蓋瓜承受 其實這樣算起來 其實真的沒有比車商便宜多少 哦 表示說他從代購的角度 去幫消費者買車 是 但是這個車只能看到線上的圖片 對 然後車礦的細節完全也不能掌握 對 OK 那當然包括一些中間的一些整備的風險 那那台車也完全沒有做一些保固的內容 對對對